高火力發電廠3號機主今天將點火試運轉 而新北市長朱立倫早上特別前往視察 不過先前傳出新北市政府遲遲不發水污染 防止措施許可 以及空氣污染排放許可 對此朱立倫也強調這都是無稽之談 聽說馬英九最近出外新書談8年執政的回憶錄 而這樣的動作也被外界解讀 是不是再戰2020 甚至近來也傳出馬英九私底下常常去找朱立倫 難道是為了要進攻2020嗎 而對此馬英九被問到這個問題時 也笑說他們已經不需要結盟 高雄市長當選韓國瑜到法恩公還願 對於校內閣名單他依舊不透露 不過表示將會提前在20號一次公布 還有最後一位副市長人選 世界帶您起來關心 日本北海道雜晃一間居酒屋 昨天晚間傳出了大爆炸 造成42人受傷 警方也不派出血液方向噴霧被引燃所導致 受到法國黃背心運動的影響 突然其民眾也不滿通貨膨脹 一度飆破了25% 東南部有示威人士穿著黃背心來抗議 英國汽車製造商捷豹 因為英國脫歐讓成本增加 被衝擊到傳業者 業者就公告取消綠島居民的優惠價 引發了民怨 東第一波大陸冷氣團逐漸南下 今天平地最低溫在板橋14度 而自動觀測的永和站則來到了12.7度 冷氣團報道除了穿的保暖之外 也可以從體內做好保養 中醫區就建議可以喝喝暖宣茶 來幫助血液循環 2019跨年4000年假倒數 台南13部曲即將登場 台南跨年晚會找來了小鐘莎莎等員 組成強大的主持群 演出的卡斯也不慌多讓 《視頻中看大陸》 馬上給您最熱門的焦點話題 加拿大外交部今天表示 加國駐中國大使魅侯倫 已經獲准探視6型前被中國當局拘捕的 加拿大公民石牌斧 而受到華為財務長孟晚舟案的影響 現在有消息傳出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的妻子 最近也被加拿大官方拒罰前卷 而中國大陸非洲豬瘟疫情持續蔓延 四川省跟黑龍江省都再度爆發疫情 共有59隻豬染病 其中有50隻死亡 中國勞自豪品牌同仁堂 最近被爆料旗下的蜂蜜生產商 疑似使用過期蜂蜜 造成了公司股票重挫 稍待一會也請您持續鎖定 款女行為